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叫做洋务运动中的官商关系 洋务运动中的官商关系 那么我们大家都知道在这个封建社会当中 这种封建帝王或者说这个封建官府 那么他们的权力是非常大的 那么这些人对于这个一般的老百姓来讲 一般的人民来讲 可以说呢是予取予夺 竭听之认知 那么就是说人们一般经常讲 叫做夺之在君 予之亦在君 那么至于讲到在这个封建社会当中 这个官和商之间的关系 那么他们的关系应该说是非常的复杂 非常的微妙的 那么一方面这个封建官府 那么他们强调什么呢 强调重农易商 执行的一种重农易商的这么一种国策 那么但是另外一方面 那么在很多时候官和商又互相的结合 那么结合在一起 从事某些经济领域当中的一些经营活动 这官和商之间的关系 它是一种非常微妙的这么一种关系 那么我们讲到清代或者讲到洋务运动 那么也是这样 那么无论是在清代还是在洋务运动时期 封建官府和商人 他始终不在同一个档次上 他们不是同等的或者对等的 那么洋务派在谈到了官和商的关系的时候 他们更多的是这样表述 说什么呢 说叫做商为承办 官为维持 或者讲官都商办 那么所谓官为维持也好 或者说官都也好 那么他是讲什么呢 是讲了两层含义 那么一个方面 就是他们在强调封建官府的这种权利 就是他的权利意识非常清楚 那么但是同时他还有一种含义 什么含义呢 就是说这个封建官府 为了与外国资本主义进行竞争 他还有出面来保护 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的这么一面 就是除了权利方面的这种考虑之外 那么还有一种考虑 就是考虑怎么样保护中国的民族资本 那么同外国方面进行竞争 那么这是官都或者官为维持的 他的两个含义 那么这个经济权利 应该说是政治权利的一个部分 那么同时也是政治权利的一种保证 那么经济权利和政治权利之间 它应该是这么一种关系 经济权利是政治权利的一部分 又是政治权利的一种保证 那么因此就清政府而言 那么他们当然不会轻易放弃 他们在各个方面 那么当然也包括在经济领域当中的这种权利 那么在官都和商办这个问题上 那么官都很自然是居于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地位上 他们更关注的是一个官都的问题 那么官可以给商某些经济利益 但是官的方面绝对不肯轻易的把某某一部分权 特别是政治权利出让给这个商人 那么关于这个问题 那么张之洞讲得非常清楚 他讲什么呢 他说国家所宜于商民之者利 就是国家可以给商民的是什么呢 是利所不能听商民专制者权 就是政府是不能够轻易把自己的 属于自己的这部分权利 那么转让给这个商人的 那么在这个洋务运动当中 各种矿场是采取官办 还是官商合办 还是官都商办 还是完全商办 无论采取哪种形式 实质上都是官和商 它的政治关系 经济关系的一种反应 那么应该说 各种不同的这种举办厂矿的这种形式 是吧 那么他是官府 力图去控制商人 以及他的企业的一种不同的那种方式 或者手段 那么前面我们讲到了 那么既然洋务运动 就他的内部对因 内部这个动力而言 是吧 他是清政府的传统的军政政策 矿场政策的一种自然的一种延续 一种延伸 是吧 那么既然洋务运动当中的 他的一些经营方式 又是清政府传统的矿场政策 商务政策的这么一种自然的 这么一种发展 那么因此 那么这个时候 就是洋务运动当中的这种官商关系 和清政府前期的这个军政矿场政策 商务政策当中的这种 官商关系 那么他应该说有一种一脉相承的 这么一种关系 或者说他具有着非常相似的之处 有这个 这个非常惊人的这种相似之处 我们讲到这个时候的官商关系 那么主要是要讲什么呢 就是讲到封建官府 对于企业的存在着两个方面的作用 一个就是扶持保护作用 那么一个就是盘剥压抑的作用 他同时就有这么两个方面的作用 那么在这个洋务运动当中 清政府在这个洋务企业 他在兴版之初 那么毫无疑问 他是做了很多工作的 你比方讲 那么在思想意识方面 思想关键方面 那么他们大力进行提倡 就是要破除那种 种农异商的思想 鄙视共商的思想 那么他要提倡兴盼场况 那么在思想观念上 那么起到了一个倡导的作用 那么在政治上 给予了一定的保护 那么这种保护呢 主要是要防止封建社会内部的 这种顽固派的阻挠和破坏 是吧 是要减轻外国区立势力 对于中国民族资本的这种阻碍 对于中国民族资本的这种排挤倾压 那么同时也表现在 这个洋务派 对于这个洋务企业 或者新兴的新办的一些新式企业 在经济上提供一些贷款的支持 你比方讲 这个清政府在这个办这个 轮船招商局的时候 那么清政府就曾经向轮船招商局 提供了贷款达到了190多万两 那么在贷款上给予了某些支持 那么同时还给予了这些企业 以一些免税或者减税的一个特权 你比方讲这个开瓶这个煤矿 那么开瓶煤矿啊 最初它的每吨煤的这个税 每吨煤的税是六千七分二厘 六千七分二厘 那么后来李鸿章向清政府上奏折 那么他上奏折的时候 主要是讲了这么一个意思 说要利用华商的这个煤 中国自产的这个煤 去抵制洋煤 他的原话是说 蓄华商而敌洋煤 他就以这个为理由 要求清政府降低开瓶煤矿的这个 这个这种税负 那么这个税呢 这种税从每吨六千七分二厘 一下减到了呢 减到了一千 那就是降了85%左右 那么因此就这些而言 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值得肯定的 那么这是清政府啊 他在这个开办洋务运动的时候 开办洋务企业的时候 那么对于这些洋务企业 他是进行了某些扶持和保护的 那么但是同时 清政府对于这些洋务企业 他的盘剥和压抑 那么同样也是十分严重的 你比如讲洋务运当中的很多企业 是吧 为什么会效益不佳 那么甚至是亏损 这个亏损 甚至是倒闭 那么这里边原因很多 那么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 就是这些企业的产品 他不能够完全作为一个商品 全部进入流通市场 而是必须要服从于清政府的 某一些政治上的一些需要 或者经济上的一些需要 需要他要服从他的一些特殊需要 那么他们在经济上 遭受到了清政府的非常严重的一个盘剥 那么关于这个清政府对于这个洋务企业的这种 经济上的这种盘剥 对吧 我们也可以看一些具体的一些事例 你比如讲清政府规定 开平煤矿所生产的煤 必须要以一个优惠的价格 优先供给谁呢 供给轮船招商局 供给天津电报局 要优先供给这些洋务企业 那么像天津电报局 天津电报局在发送电报的时候 那么清政府规定 那么必须要按照呢 先官后商的次序 这官府是优先 有一个优先发报权的 不但提出来 要按照先官后商的次序 而且规定 对于官府的电报 或者是免税 或者是免费 或者是要减半 要降低这个发现报的费用 那么这样就会造成 这些企业的经营和市场之间的 或者说和消费环节当中的 它一种脱节的现象 那么这样就会使这些企业 会降低它的一些商业利润 增加它的一些成本 那么这样做呢 就不利于这些企业的 它的扩大再生产 你比方讲 轮船招商局 由于清政府的 不断的资金上的一些盘铺 是吧 就出现了呢 现金结决 不能付天新船 钱花了很多 他就没有资金呢 再买新的船 扩大它的这种再生产 那么关于天津电报局也是这样 李铺章曾经自己就这样承认 他说呢 自从电报局创办以来 实在功效 在官者多 在商者少 天津电报局成立之后 对于官府来讲 他得到了很多好处 而商民得到的好处 那么就很少了 就是再官者多 再商者少 那么另外 清政府对于这个洋务企业 在经济上进行这个强制的一些勒索 那么这个对于这个企业的影响呢 也是非常大的 你比方讲 开平煤矿的10%的利润 那么被清政府以官吏的形式 那么无偿的占有了 那么墨河金矿 他每年的纯利的30% 被冲作了军饷 这比例都是很大的 30% 那么仅1892年到1895年 墨河金矿被清政府 以各种名义勒索的 这种银两 又达到了85万两 那么我们再看天津电报局 天津电报局 从1882年到1895年 那么被以这个报效的名义 就是报效 要效 要这个 向这个 清政府 来这个 无偿的捐一些款 以报效的名义 捐款捐了多少呢 一共是捐了143万两 那么这个143万两 是一个什么概念 这143万两 是占了当时天津电报局的 总资本额的64% 那么由此可见的 就是清政府 对于这些洋务企业的盘剥 也是非常严重的 那么如果赶上慈离太后 或者是光与皇帝过生日 那么这些洋务企业 是吧 还要报效 或者进行这个助捐 那么这个 伦川招商局 那么在这个1881年到1911年 那么在这20年当中 伦川招商局 向清政府报销的银两 就达到了135万两 那么这是以上 我们讲的洋务运动当中 就是清政府对于洋务企业 既有扶持保护的一面 同时又有进行勒索 进行盘剥的一面 那么洋务运动当中 出现的这种状况 就是清政府对于洋务企业 既有保护的一面 又有剥削的一面 这种状况 实际上也不是新出现的 那么实际上早在清政府的 这个前期 清王朝的前期 那么清政府的洋务 这个矿场政策当中 它的商务政策当中 那么都有这种现象 那么我们看一看 这个清代前期 它是一种什么情况 那么在清代前期 那么清政府对于一些 传统的矿场政策 就是怎么样开矿山 是吧 办一些厂矿 最初呢 都是采取的什么呢 官发工本 招商承办 就是由官府 发放一些资本 作为一个开矿的 一个投资的资本 采取了官发工本 招商承办的办法 那么而且呢 保护富商的这种 相互之间的竞争 就是最初呢 在这个清政府 这个初期的这个矿场政策当中 他对于这个开办矿场 也是采取了一定的这种保护措施 是吧 官发工本 官府首先给你提供一些资本 那么而且保护那个富商之间的竞争 那么现在这个乾隆潮 他就规定 某个矿场 经过了某个富商开采之后 如果是这个富商 因为后来啊 这个这个资本不够了 停止开挖了 停止开挖三个月之后 允许其他的富商 其他的富商 来接办这个矿场 那么原来投资这个矿场的这个富商 就不能够说 英文国以前曾经投资了这个矿场 进行阻扰 说如果某个富商 借口阻扰的话 那么就要把这些富商呢 要账八十加号一个月 地级收管 把它遣送到他的老家去 进行管束 那么乾隆潮 他这个做法的目的是什么呢 就是为了防止原来的投资商人 把持矿场 是吧 避免呢 使这个地利 这个矿场呢 不能够被开发出来 是吧 是希望呢 能够继续的能够 有利于这个矿场的这种开采 是保护富商之间的这个这个竞争 那么同时 这个道光皇帝也曾经预令各个省的总督和巡抚 他讲什么呢 说对于凡是集资开采各种矿场的这个商民 必须要给予保护 给予这个奖励 说呢 物在尽其饶垒 去其繁科 使民乐于从事 就是对于这个商民呢 自己集资 办了一些矿场 必须要给保护 是吧 禁止官方这些牙役 去对他们进行骚扰 去其繁科 就是要去掉那很多 是吧 不必要的一些磕杂的一些条文 给他们提供上方便 达到什么目的呢 达到使民乐于从事的目的 使这些商民愿意去进行这种 矿场的这种开采 那么在这个1849年 清政府曾经制定了一个云南矿场章程 云南矿场章程 那么这个矿场章程当中就规定 对于普通的商民所举办的 所开办的这个矿场 不要管制过严 是吧 必须呢 要使商民能够沾有利益 使这个商民呢 他开采矿产 他能够得到一些利益 得到一些好处 还强调 少一分剥削 即多一分沾润 清政府官方 对于商民少一些剥削 那么这个商民呢 他的利益就会多一分 那么因此这个在这个清代前期啊 那么清政府对于这个矿场政策啊 他是给予了比较宽松的这么一个政策 对于商民开办 矿山是给予鼓励的 那么在这个1849年3月 林则徐 程玉彩 给道光皇帝上的一个奏哲当中 那么就提出来 对于开办矿场 卓有成效的啊 效果很好的 要给予奖励 给什么奖励呢 他是这样讲的 应该呢 遵照朝义 商给优奖 官给义序 所谓商给优赏 就是什么呢 商人开办矿场 办得好 可以给他奖励 官给义序 就是官员 他如果在所在的地方 矿场开办得好 那么就由清政府要给他一个技工 给他一个技集 奖励 是吧 提高他的级别 给予这个议序 给予这个鼓励 那么所有这些 对于清政府前期开办矿场 那么都是有积极作用 那么但是在封建社会当中 那么清政府 也就是在这前期的矿场政策当中 对于这个 矿场的这种压抑 同样也是十分明显的 你比如说讲 这个各个矿场开办的这种 各种矿 煤矿铁矿 或者铜矿 是吧 往往是给予呢 二八的这种 这个税收 就是要收20%的税 甚至呢 是三期开 要收30%的税 那么不但这样 那么清政府还要规定 要派人去监视这些企业 它的生产过程 是吧 你一定一共生产了多少 是吧 卖了多少 是吧 获利多少 那么都要造册 都要上报到这个官府 啊 那么官方的要控制你这个生产的 生产的这个全部过程 那么说在早期的清政府的这个矿场 政策当中 是吧 那么清政府对于这些矿场企业的这种压抑 剥削也是很严重的 是吧 那么很多商人是吧 是观望不前 那么前期这个矿场政策当中 这些商人观望不前 和后来在洋务运动当中的 啊 这个商人 由于清政府采取了官都商办的形式 他们在经济上受到了很大损害 啊 那么这些人 一文官办 动则促额 视为未途 啊 与后来洋务运动当中出现的这些情况 又是非常相似 那么我讲这些内容是要讲一个什么问题呢 就是讲到洋务运动当中的官商关系 他实际上呢 是脱胎于清政府前期的这种矿场政策和商务政策的 他们之间是有着一脉相承的啊 这种非常相似的关系的 那么在这个清代前期和后来的洋务运动